全世界巡演超过一千场的《暗恋桃花园》 推出30周年纪念版 本月在中国上海将可一口气看到青春版、经典版 与纪念版的台湾原创《暗恋桃花园》舞台剧 台湾场次则将于8月起与全台巡演展出 《暗恋桃花园》的导演丁乃珍表示 《暗恋桃花园》其实它真的不只是一齣戏 它是跟着大家一起成长 而且是在大家的回忆里面 《暗恋桃花园》讲述因为剧场管理人员的疏忽 使得演出《暗恋时装悲剧》 与《桃花园古装喜剧》的两个剧团 为了争抢排练场地而争执不休 最后两个剧团妥协 舞台分办各自排练 两剧的演员在舞台上彼此干扰 相互接错台词 却又莫名的连接 产生唯妙共鸣 最后彼此交错完成一场笑中带泪 泪中带笑的演出 总监赖生川表示 《暗恋》它是讲两个情侣 因为战乱而无法在一起 我们的一种遗憾 遗憾在遗憾 那么《桃花园》又在讲我们 一种永恒地对桃花园 这个乌托邦的一种追求 那你说这两个放在一起 是很奇怪也奇妙的一种拼接 然后我们拼接下来的一个东西 一下子让你笑 一下子让你哭 赖生川还说 这就是台湾啦 台湾经验是一种不断的被喧闹的一些因素来干扰 然后干扰变成某一种生活的一种正常的状态 所以它的美学因此而言出来 就变成蛮奇妙的一个东西 然后会支持维持到30个 《桃花园》是1986年由赖生川发响规划 1991年、1999年、2006年曾三度重返舞台 1992年更打破剧场框架被拍成电影 2015年美国厄勒冈沙士比亚戏剧节 以世界经典之名推出80场英文版的《桃花园》 创下华人剧场《新里程碑》 30周年纪念版的演员唐从盛说 美国西北沙士比亚戏剧节 唯一把东方的剧本翻成 以前只有东方人演沙士比亚 现在是沙士比亚翻我们东方的剧 就是翻这一书叫《暗恋桃花园》 所以全地球上演出这就超过一千场了 那如果再加学生扳演超过一万场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经典的戏 应该是台湾直播 台湾人共有的回忆 在纪念版中演出江太太的范瑞君说 以前我当时观众在台下看的时候 就对江冰柳跟云志凡 这个颠沛流离的爱情 就是为之心碎 可是呢我现在自己来 诠释江太太这个角色的时候 更有感觉 就突然间意识到三个 在这样子的年纪的男女 然后在爱情当中的无奈跟心碎跟悲伤 那我想还是一样 就是说事隔多年以后这出戏 依旧的是可以如此的打动人心 让人家感动 让人家欢笑 《暗恋桃花园》1992年的电影版 由林青霞担任女主角 2007年曾有两岸三地的剧团连演 在华人世界创造许多记录 这次睽違十年后 2016年将重回台湾与大陆剧场的舞台 预料将在先锋潮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 苗秋菊台北报道 《暗恋桃花园》1992年的《暗恋桃花园》1992年的《暗恋桃花园》1992年